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关于祷告的这个功课 我想祷告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基本的 非常重要的 非常优先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功课 只要你在心里 甚至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讲这个祷告 但只要你心里的一个意愿向神来表达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做一个结尾 奉耶稣的名 你就知道这个祷告已经到上帝那里去 已经被上帝来垂听跟成就了 但祷告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功课 很多弟兄姐妹 虽然不管信主多久 三年五年 也常常来问传道人说 传道传道 我怎么为我的这件事情 他的那个特别的难处来祷告 我们常常都听到弟兄姐妹这样来问我们 我觉得菲利比书四章六节 非常清楚的 把表达 把祷告的这个意义表达出来 应当一无挂虑 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其实它是一件事 祷告祈求跟感谢都是一件事 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这边神很清楚的应许 只要你凡事透过祷告带到神的面前 怎么样 你就可以一无挂虑的生活 这是一个互为因果 互为表里 意思是说 其实当你 你想要一无挂虑的话 你就要祷告 那另一方面的呢 透过祷告 你也可以一无挂虑 因为当你知道你的祷告 被这位慈爱的神 最关注你的神 最在意你的天父 给垂听 并且最有能力 最有智慧为你来安排的 你就会觉得一无挂虑 当你透过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你祷告 你可以一无挂虑 当你相信这位神的时候 你把你的祷告 带到祂面前的时候 你可以一无挂虑 这是一个互为表里的一件事情 但是很现实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还是很多弟兄姐妹来问说 传道传道 我真的很有难处 我现在这个生命的光景当中 我不知道我们人生很多的时候 碰到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难处 也许你现在正为你的家庭 家庭的婚姻的关系 也许你在职场上 你碰到让你很头痛的同事 或者上司 也许你在财务上出现了问题 也许你身体健康 长期的都有一些困扰你的 也许是大病 也许是小病 但是一直是困扰你的 不管你怎么看医生 好像也不会好的 各式各样的难处 也许你正在为你的前途做抉择 你不知道你要怎么样来选择 也许是工作的转换 也许是否进入婚姻交友 也许是不是甚至要搬离 你所熟悉的环境人事物 你不知道怎么为你的难处来祷告 你不知道在这个当中 怎么寻求神的心意跟旨意 神你到底觉得怎么样是好 所以很多人会来问传道说 那这件事情我要怎么祷告呢 所以今天跟各位来分享 你如何可以为你的难处来祷告 今天我跟各位来分享 四个很实用的一个原则 来帮助我们去明白 如何为你的难处来祷告 首先是承认你生命中 任何已知的罪 第二个是你愿意把结果 完全的交托给神 第三个是求神赐下 个人性的一种带领 最后是你以行动来遵行神的旨意 今天透过这四个原则来跟各位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 你要承认生命当中任何已知的罪 我们不是要为我们的难处祷告吗 我们不是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无法去抉择的 很困难的决定 我们要为这些难处来祷告 为什么第一个原则 却是承认生命当中任何已知的罪呢 其实这代表着一个态度 这代表着你向神的一个态度说 神啊 我不愿意我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人事物 任何我自己的态度 任何我自己过去的行为 拦阻了我与你之间的一个关系 你知道祷告就是我们与上帝的一个关系 与我们在天上阿爸天父的一个关系 在一份爱的关系里面 你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 就是这么简单 但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拦阻在我们与神的当中 那是你生命当中很可能是一个已知的罪 这不代表说你曾经去杀人 去放火 去做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 也许只是一个态度 也许只是一个 甚至一件不大的一个事情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要你吹毛求疵 不断地去反省 不断地去想 我有没有什么念头 我有没有什么言语 我有什么什么方式得罪了神 如果你觉得心里很平安 如果你觉得你最近这阵子 与神有很美好的关系 你心里很平安 那你就不用吹毛求疵 你就是向神献上感谢 但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实它拦阻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 这代表一个态度 神我愿意跟你有一个很畅通的一个管道 我有一个圣洁的态度跟生命 来到你面前祷告 我说过可能是很小一件事情 也许是我们弟兄开车的时候 在尖峰的时间 突然有一个很没礼貌的驾驶 突然伤到你面前你差点撞到 然后你的心里就很想有那个咒骂他的言语 你知道我们以前没信主的时候 做学生时代在台北的街头骑机车 我每次我去学校的路途 中间不知道要骂多少次的脏话 这个脾气非常的不好 也许只是一个这样的 也许只是前这个过去这一周 你跟你的配偶 跟你的太太 跟你的先生在言语上 在态度上有一些不合适的 有一些得罪他的 有一些你比较自我中心的 也许只是一个心念 一个心意一想 好像我们弟兄 也许是那种情欲的那种诱惑 也许在这么热的一个夏天 当你看到大部分的年轻的女孩子 好像穿的特别的少 然后你的眼目 然后你的心意一动 也许你没有做什么 真的犯罪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光照里面 你觉得你仔细思考的时候 你觉得你有一个态度 你有一个想法 你有一种你平常做事情的方式 你感受到神不喜悦你这样做 承认你生命当中任何已知的罪 不要让罪成为神 与我们中间的一个拦阻 诗篇66篇这边说的很清楚 我如果忽视自己的罪 主一定不垂听我 现代中文译本 他把这节经文描述得非常传神 他说如果我忽视 我视而不见 我明知他在那里 我明知神不喜欢我这样做 我明知神喜悦我这样做 可是我把他忽视 我觉得我不要 我觉得我没办法 我觉得我不愿意 我如果忽视自己的罪 我说过那也许只是很小的 也许神只是要你在一个紧张的时刻 忙碌的时候压力的时刻 与人互动的时候 不要用那种不好的言语跟态度跟神情 你知道在夫妻关系当中 有时候品贝我太太她会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板这个脸呢 好像我每次有压力的时候 我有很重的工作的时候 我的脸色特别难看 也许我没有跟他恶言相向 也许我因为信主 已经超过十几年了 我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修养 我不会咒骂他 我当然更不可能什么拳打脚踢或什么的 但是也许只是你一个神情 也许只是你一个态度 当你在与神亲近的时候 神光照你说 你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更温和的 更令人喜悦的一种方式 去跟你最爱的太太去互动呢 也许只是一个这么小的事情 当神光照你的时候 你不要去忽视他 你愿意去面对的时候 这代表你跟神说 神我愿意跟你恢复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清理 属灵的一个扫除 心灵的一个洗涤 恢复你与神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很多时候 弟兄姐妹会来问一个问题 或者说问两个 常常在祷告里面 或者在面对自己的生命的这种 不好的光景的时候 他们常会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如果我犯的罪太大怎么办 也许在你过去生命的过程当中 你曾经很严重的伤害过一个人 也许你也没有机会去弥补 你没有机会去和好 没有机会再去跟他道歉 也许那是你很亲近的人 他可能是你的父亲 你的母亲 他可能是你的配偶 你说我曾经犯过一个很大很大的罪 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我要怎么办 圣经上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15章 浪子的比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罪大到 神不能饶恕 神不能赦免 神不能原谅的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原谅自己 神已经愿意原谅你 浪子的比喻告诉我们 这个小儿子 他是怎么对他的父亲不敬 他是怎么样去亵渎 他怎么样去咒诅他的父亲 他说你没死 但是你就把遗产分给我吧 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 我不care你 我不在乎你 我只想按我自己的方式 但那位父亲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 他是怎么样的 在门口痴痴的等候 痴痴的守望 痴痴的期盼他的孩子回来 没有一个罪大到 神不能去赦免 不能去原谅跟饶恕 另外一个弟兄姐妹 常问的问题是 那如果 不是什么 伤天害理的 不是什么 罪比天高的 比海深的 但是是我生命当中的 一个恶习 我知道我长年以来 我都是这样的 也许我碰到压力的时候 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知道有弟兄 他曾经跟我分享 当他有压力的时候 他就会想去看 那些色情的东西 当他觉得很孤单的时候 他就想透过这种方式 他知道这个神不喜悦 但他觉得 他好像没有办法克服 我也有姐妹跟我分享 当他碰到不高兴的事情 当他心里很沮丧 很挫折的时候 他就想要不停的吃 不停的吃 没有节制的吃 他就会拿起一桶冰淇淋 一个人把他一口气吃光光 他就会拿起一颗西瓜 一口气把他吃光光 但他知道神不喜悦 他这样的一种进食的方式 他觉得很有罪疚 我也知道有姐妹 当他有压力的时候 他就去购物 他就去刷卡 他就把他每一张卡都刷爆 我知道有人在夫妻关系里面 当他有压力的时候 他就不停的碎碎念 他的老公 他就不停的挑剔 不停的埋怨 我听过甚至有父母是这样子的 这个爸爸妈妈 她知道自己的问题 她会这样对待她的孩子 当她一有压力的时候 但是她好像没有办法 就一直在这种循环 恶性的循环里面 有的弟兄姐妹会问说 如果我持续的这种恶习 我没有办法改变 我知道这个不好 神还会原谅我吗 已经不知道几十次几百次了 已经不知道五年十年了 我都这样子 在马太福音那边 耶稣曾经教导 教导他的门徒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 耶稣说要饶数七十个七次 有一次彼得问耶稣 我要怎么样饶数我的弟兄呢 如果他犯错得罪我了 我要饶数他几次呢 饶数他几次才够呢 他自己提供了一个答案 耶稣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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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标准是七十个七次 意思是七在圣经里 是一个完美的数字 他的意思七十个七次 不是说七乘以七十 然后四百九十次 不是的 他是一个无止境的 无止境的一个原谅跟饶数 如果说耶稣 他要求他的门徒 如果耶稣要求我们 愿意这样子彼此来饶数 你何不想想 天父他更是如何的来饶数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在一种追究感里面 我们觉得神已经不会原谅我了 神是那么的圣洁 我已经信主了这么久了 我这个问题还是存在 但是神永远会给你那一次机会 只要你是真实的愿意 在他的面前寻求神的一个饶数 去恢复那个与神的关系 因为约翰一书很清楚的跟我们说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他必要赦免 他必要洗尽我们的罪与不义 神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 神不会违背他自己的法则 神是说话算话的 如果神说我们弱 那他就必定 饶恕我们 你知道很多时候是因为魔鬼的谎言 在你里面控告你 没错我们得罪神了 没错我们会软弱 没错同样的事情 我们一再的让他发生 但是神永远都在等你再一次的回头 因为神永远对你有那一份信任 很多时候是魔鬼的谎言 在那边控告我们 也许你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说 这一次没有办法了啦 这一次没救了啊 你这一次不要再读经了 你这一次不要再祷告 你这一次不要再回到神的面前了 你就只能烂在那里 你就只能贪卵在那里 你就只能活在那个泥沼里面 而且你一定可以期待 你下一周生活会变得很不顺利 因为神要开始惩罚你了 我不知道在你心里 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绝对不是出于神的 那是出于仇敌的 那是出于魔鬼的 那是他给你心里的一个谎言 他就是务必要你不要寻求神 所以很多时候 当你软弱的时候 当你得罪神的时候 一定要在那个时刻怎么样 再一次的亲近神 很多时候 那个时刻是最困难的 我觉得当我有软弱的时候 当我心里有对人不牢恕的时候 当我有得罪神的地方的时候 那种时刻我最想怎么样 最想把自己躲起来 最想不要亲近神 最想用自己的方式 我记得我以前会怎么样 我会就去买我喜欢吃的东西 买一大堆的盐酥鸡 然后再买一罐啤酒 然后怎么样 就坐在沙发上 然后看着电影 然后这样子 我就觉得我可以抒发 可是每次这些事情结束以后 我就觉得我更有罪恶感 我就觉得我好像更没有办法得到释放 我就觉得我更后悔说 我应该听我心里那个微小的声音 去亲近神吧 神不会拒绝你 大多数的时候我是那么软弱 少部分的时候 我真的会顺服我心里那个微小的感动 我再次拿起圣经 很特别的 我没有一次 按着那天的灵修进度 得到的是 Go to the hell 去死吧 去地狱吧 不是的 我发现我每一次 选择在那个时刻去亲近神的时候 神都会带下很大的安慰 恢复跟挽回 我都会觉得有一种重新得力 我真的是屡试不爽 虽然我不总是每次都得胜 但每一次在意志里面我选择 在我最软弱的时刻要去做最必要的事情 就是亲近神的时候 我就再次被神提升跟恢复 为你生命的难处来祷告 第一个你一定要跟神恢复一个畅通的管道 承认你生命当中任何已知的罪 让神来赦免你 让神来洗尽你 第二个愿意把结果完全的交托给神 为你的难处祷告 第二个重点就是 你必须有一个意愿 有一个态度 你必须完全的对神有一种降服 我愿意 把所有的结果都交托在你的手上 这代表说 你面对了这个问题 这个难处 这个挑战 或者这个决定的 抉择的这个时刻 你说神我愿意完全的接受你的旨意 你的心意 我愿意完全的接受 你所安排的结果跟结局 你听得懂吗 完全的 完全的接受 他所安排的结果跟结局 这个态度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在箴言书三章这里讲到 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里黄志说 你要非常的focus 你要非常的专心的仰赖他 你要在你一切的事情上 都倚靠他 都寻求他 都认定他 他就必指引你的路 这是一种态度 就是说神啊 今天在我的难处 今天在我这个抉择的时刻 我定义 我要完全的 不管你怎么安排 不管你给我什么结局 不管你给我什么结果 我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你来决定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 有点压巴 神啊 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意愿 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期待吗 你可以有的 神喜悦我们有期待 神喜悦我们有渴望 神喜悦我们有想法 神并不是要一个傀儡 在那边操作的你 从神创造的起初 创世界一开始 神就让亚当下话 可以完全的自我来决定 你的渴望是神所看重的 你的期待是神放在手心的 神他非常的在意你 是怎么想的 但是很多时候神的心意 神所看见的 比我们看得更远 更高 更宏大 更超越我们的想象 很多时候我们人 受限于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智慧 我们会框在自己的框框里面 我们觉得按照我们的期待 这件事情 应该这样发展会比较好 应该这样子 没有比这更好的上帝 所以我们把这份期待 带到上帝的面前 但有的时候 上帝会成就 有的时候 因为上帝有更美好的 他要给你 所以他按着他自己的心意 跟旨意来为你安排 很多时候碰到那种抉择 碰到那种冲突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难以去接受 你知道我们在养小孩 我们在养育小孩的过程 现在我女儿若多三岁 他已经会说 爸爸 我今天有好好吃饭 所以等一下可以带我去买一瓶养肋多吗 他已经开始会讨价还价 虽然我们每次都跟他说 你一个礼拜只能喝一次的多多 只能吃一次的零食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 孩子好像今天特别的乖 他今天特别的哭闹 我们还是就放松一下吧 自己就没有原则一下 要带他去买 有的时候我们又过于严厉 我们又觉得跟你说一次就是一次 然后他已经呼天抢地了 然后其实你自己也有一些怎么样 过度的一个管教 过度的一个禁止 我们做父母的 我听过很多父母都有这种经验 就是管教孩子很过度 然后到头来自己就很懊恼 很后悔 在地上的父母会不知道 有时候会不知道拿捏那个分寸 当然随着我们越来越有经验 随着我们完全对孩子有一份无私的爱 我们是可以去掌握跟拿捏的 但是有的时候地上的父母 也会不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 可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他永远都知道那个原则 永远都知道那个拿捏的所在 他是那么的准确 他是那么的不可能犯错 因为神知道绝对的怎么样的 是对我们在永恒里面最有益处的 所以他不会过度的重容 他也不会过度的严厉 当你愿意把结果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会有一个最美好的结果 你知道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那里 讲到约瑟 约瑟这个信心的一个 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榜样 你知道约瑟他小的时候 他才十几岁的时候 他头上有十个哥哥 姐姐等等等 对他非常的不满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爸爸雅各最疼约瑟 甚至很多好东西都留给约瑟 做了一件漂亮的彩衣 只有约瑟可以穿 所以他的哥哥们都非常的对他不满 终于有一天逮到了一个机会 陷害他 把他给怎么样 本来是意图把他给杀了 后来呢怎么样 其中一个兄弟呢 其中一个哥哥觉得 这样子好像太过分 他说不如这样吧 留了他一个性命 但我们把他卖了吧 其实这个主意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 把他卖了 结果他就被卖到埃及去了 埃及怎么样 就做一个奴隶 这对一个才十几岁的一个少年人 是多么残酷的一个人生 所遇见的一件非常糟透的一个事情 爸爸雅各非常非常的难过 因为约瑟是他最爱的一个儿子 是他最爱的老婆拉杰 所生的最爱的一个儿子 雅各听到他的这些 其他的这些哥哥们回报消息 哥哥们当然不会说我们意图杀害他 并且我们最后把他卖了 哥哥们说 他被野兽吃掉了 我们都找不到他 我们好难过 然后就拿着约瑟那件彩衣 你看这上面的血迹 这一定是约瑟在临死之前 他的血 他的爸爸听到这件事情 撕裂了衣服 然后呢为他儿子痛哭 他的儿女们都来安慰他 可是他的心无法受安慰 他说我宁愿 我干脆跟我的儿子去死好 我跟约瑟一起去死好 约瑟下到阴间 我也跟着他一起去好了 他的爸爸就一直痛苦的痛哭 我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 有没有很痛苦的事情 让你难过到甚至心都会痛的那种 你有没有过这种痛呢 那样的一种痛 对一个父亲 也对这个孩子 约瑟被卖到埃及去 到他不知名的 不知道的一个环境 开始了他的努力生活 但是这件事情 在人看是多么的悲惨 可是在上帝看 二十几年之后 你知道约瑟怎么样吗 被杀了吗 被关了吗 结局更惨吗 没有人可以想象 约瑟他变成了埃及的宰相 约瑟变成埃及的首相 约瑟变成埃及的行政院长 约瑟主导了一个怎么样 囤粮计划 他不只拯救了埃及全国 他更拯救了当时 埃及周遭的许多的民族国家 包括他的家族雅各他们一家族人 最后他们团聚了 最后他们一家族人 都被约瑟接到埃及来住了 可以安享晚年他的爸爸 甚至以色列的民族 从那时候开始 开始壮大 开始繁衍 本来神的心意 透过这个民族 本来只是雅各 本来只是亚伯拉罕 雅各 以撒雅各 这个一个支派 然后慢慢的开始繁衍起来 到了几十万人 神有一个美好的心意 你愿意把结果完全交托给神 因为你知道 神所预备的 比你想象的更好 更好一百倍 一千倍 一万倍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准备当兵 所以我要开始考这个 预官考试 在我们那个时候 很多大学生 大概都可以考上这个预官 预官并没有非常的难考 那你进去的不是兵 你这是军官 所以我也考试 这个 我这个人不敢说很聪明 但是考试的小聪明 都还有一些 这个升学的过程 大部分考试 都可以蛮顺利的过关 所以对这个预官考试呢 我也是蛮有把握的 觉得把考古题读一下 到时候呢 就作答 但是呢 当整个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呢 很让我惊讶 我居然没考上 我居然没考上 但是呢 我也没有非常挫折 我就觉得 这一定上帝的安排 我还是欢喜接受 那我就当一个兵嘛 就好好的在这一年十个月里面 让自己受到磨练 受到操练 我甚至还写了一篇见证 然后 勘载在我们以前 我在台北教会的周报上面 就是说 没有考上预官 但我相信有神的旨意 我觉得在当兵里面 一定有很美好的学习 结果当兵呢 我在第一个月 在新训的时候呢 我也非常的精实 我在这个部队里面 虽然 有点辛苦 但是我还蛮甘之如頤的 觉得 在那里面受操练 因为我一直有运动的习惯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种 对待会很严苛 那你知道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当兵 没有那么辛苦 这个新训结束之后呢 我被分发去 这个宪兵 所以要继续进入 宪兵学校来受训 我也是满心期待 结果我去受训 大概几周之后呢 我的膝盖就很严重受伤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受伤 有一天在 陈超的一个跑步里面 三千公尺里面 我突然觉得 我膝盖越来越痛 越来越痛 痛到一个地步 我不能跑步 然后我就停下来 然后接下来 四个月呢 我的膝盖就再也没有 能够弯过了 都只能直着 僵直在那里 然后非常的痛 只要我稍微一动就很痛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 听过我分享 那个当兵 那个身体不变 当兵就有很多困难 有一些同梯的 同才的 长官的一些压力 大家会觉得说 你是真的这么难过吗 你是真的不能出操吗 还是你装死 当兵大家都喜欢说你装死 装死就是很严重的罪 所以在当兵里面 心里非常的挫折 我记得有 真的一点不夸张 对我来说有无数个夜晚 我都觉得 我躺在我的床上的时候 我真的好想哭 然后当我 我只要这个 在宪兵学校一放假 一出去 就是去看病 看医生 看我的膝盖能不能好 看了好几个月 都没有什么帮助 非常的痛苦 后来就下部队 下部队到这个行政院联 在我们是最后一个 一个梯次 行政院还是由宪兵来 做这个助手的 后来就是警察就入住 宪兵就退离了 那去那里 宪兵嘛 没有别的事做 宪兵就是战哨 宪兵就是守卫就对了 宪兵就是门面 所以呢 虽然我膝盖很痛 可是我还是要一天 三班哨四班哨 这样去战 一战至少两个钟头 那你知道我们宪兵 有很多装备 宪兵 非常的体面 是最重要的 宪兵的衣服 这个线呢 一定要 我们学长说 都要烫的呢 可以割手的 这么的挺力 宪兵就是这样 所以呢 包括这些装备啊 弄一弄 一个上哨 一个下哨 就是两个半钟头以上 那膝盖痛 又要战 很痛苦 那时候压力很大 可是我持续的看医生 医生都说 你这个状况 就是只能等 等他慢慢好 而且也没有到达 这个厌退的标准 就是除非你的韧带断掉 否则就只能这样子 我那时候心情呢 非常的低落 后来有一次呢 很奇妙 也不能说很奇妙 有一天的半夜呢 突然很严重的气喘起来 我虽然是过敏体质 小时候有气喘 但后来进入国中之后 很爱运动 打篮球 所以身体就再没有这种状况了 我从来没有气喘过 喘过那么严重 喘到 从这边我们的单位 在地下室 走到一楼 走那个楼梯 我只走一半 我就喘不过来 我要停个15秒到1分钟 太喘了 没有办法 最后来呢 我就赶快临时的一个请假 赶快出去看医生 我还记得我搭了捷运 到了公馆的龙肿 那时候礼拜天 所以就挂了急诊 医生说 你这非常严重 马上救护车就从 内湖龙肿过来 把我载回去内湖 我也不知道 我就这样10天躺在医院 只有那天晚上我非常喘 当我一到龙肿之后 睡了一觉 我全部人都好了 其实我觉得那一方面 身体一方面也是心理 因为心理一直有一种 很重的压力 所以好像身体的状况 变得很不协调 很不调适 那时候我就跟医生说 我现在不喘了 你现在来帮我撤 他就要来帮我撤 他说如果你这个喘 到达某一个标准 是需要厌退的 你身体状况不适合 在军队部队里的 但是呢 他来帮我撤的时候呢 因为那是礼拜天嘛 隔了一天礼拜一 医生才会来 我已经完全健康了 大口大口的呼吸了 然后我就很挫折 那他还是帮我撤 但是也不知道 那个结果怎么样 然后我就在那里 住了将近10天 非常平静的一个生活 后来验出来的一个结果 没有马上 大概一两个月以后出来 他的这个报告呢 我也不懂 他的结果是 废功能异常 你是一个废功能异常的人 达到验退的标准 所以呢 你可以不用当兵了 当然这个流程 又走了好几个月 我依然还是当兵 所以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就厌退了 我没有当完一年10个月 这个过程里 其实蛮多学习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 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甚至有一段时间 连我的家人 也不是很谅解 我每次因为我回家 就愁眉苦脸了 回家就非常的不高兴 非常的有压力 那时候我爸妈都基督徒 我妈妈就说 你不是要去做传道人吗 你不是奉献给主了吗 你应该有信心啊 你对这样的事情 你不能更喜乐面对吗 一开始他们都会安慰 都会陪伴 但是时间久了 他们也没耐心了 所以我妈妈 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但是就让我觉得更有压力 我就更不想来面对这个事情 但是神带我走过之后 后来神就很奇妙的安排 我就加入了 我本来要申请的 那个福音的机构 我就开始做传道人 从一个受训开始 从一个实习传道开始 如果我当兵没有提早的结束的话 我没有机会跟靖心 就是我们之前的靖心传道 我们在那个时候变成 很好很好朋友跟室友 我们睡在一个房间里面 如果我晚了一年 我就没有办法跟他同期受序 我们就不会变得感情那么好 那我相信我应该也没有机会 出国去读书 因为他比我早一年 去美国读神学院 在那一年 他比我早一年 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 他给我许多的鼓励 让我觉得真的有人可以完成的 那如果不是因为他 我想我也不会来到台中 我也不会成为烈火教会的传道 我是一个道地的台北人 我几乎成长的过程里面 来到台中的机会 大概五根手指数得出来 停留不会超过三天以上 我不会来到台中 我更不可能变成烈火教会的传道 从当兵到出国读神学院 到了台中 到成为烈火教会的传道 这是一个超过十年的一个计划 只有神知道 只有神可以从起初看到末后 只有神知道我们人生怎么安排是最美好 我不知道这个计划还要怎么样延续 在下一个十年里面 再继续在烈火的侍奉里面 但是神还有他最美好的心意 如果当下我们不知道 怎么会没考上预官呢 算了啦考上预官 没考上当兵也不错 怎么会好好当个兵 当到膝盖变成这样呢 怎么会膝盖变成这样还不能厌退呢 怎么会厌退是透过气喘 而不是透过膝盖呢 怎么会离开之后 可以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受训 怎么会我可以出国读书 神从起初看到末后 超过十年的计划只有神知道 你愿意把结果交托给神吗 这个态度决定你在难处当中 神要怎么祝福你 你知道神不会勉强你 你可以决定 我不要你所安排的 我不要按照你所计划的 我要按照我自己 神不会勉强你 神也不会当场打雷劈死你 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智慧 我们所看见的极其有限 很多时候我们走冤枉路 很多时候我们碰壁了碰钉子了 很多时候我们跌倒 神是为了我们好 一个愿意把结果完全交托给神 这样的态度 决定你怎么样在难处里面 祷告神 怎么样蒙受一个祝福 第三个是寻求神赐下 个人性的带领 这个前提是两个 第一是你已经对付了 你生命当中任何已知的罪 第二个是你有一个态度 有一个意愿 神我知道 虽然我会害怕 虽然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带领 但我知道你的带领绝对是最好 我知道你是最爱我 在这两个前提之下 你可以开始寻求神 在对你一个个人性的带领 神个人性的带领 通常透过四个方面 如果你有纸笔你可以记下来 第一个是神的话 第一个是神的话 这是最主要的 第二个是环境的印证 环境的印证 第三个是你周遭的弟兄姐妹或者属灵长辈 第四个是内在的平安 第一个是神的话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环境的印证 第三属灵的长辈 第四内在的一个平安 神的话是引导我们的人生 是你在难处里面 神怎么样帮助你最主要的一种方式 你知道在我们的这个门徒班里面 我们甚至到有地步 强迫弟兄姐妹要写灵修笔记 每天要读神的话 把你的心得 把你的感想 把神放在你里面的感动 神给你的话记录下来 我们每个礼拜要check 我们有这个checklist 你这个礼拜灵修几篇勾选 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 这实在太难了 这实在不是我的习惯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呢 教会不是让人可以很愉快的吗 为什么教会要做到这种地步呢 其实不是 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建立一个好的习惯 因为神最主要的 他会透过他的话跟你来引导 跟你来安慰 跟你来鼓励 跟你来带领 很多时候我们不看这个 我们对神的话一点不熟悉 我们一碰到问题 好一点的跑来教会问传道 那比较 比较糟糕的 你就按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了 你就怎么样 你就一般人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但很多时候那结果并不是你想要的 我们看很多弟兄姐妹走岔路 神绝对会透过他的话来引导你 他会带给你个人性的一个带领 神会在他每天与你的关系当中 给你带下安慰跟鼓励 在你的难处里面 你是不是很需要安慰跟鼓励 在你的彷徨里面 你是不是很需要引导跟带领 神会引导你 你信不信 在你走错路的时候 执迷不悟的时候 你是不是需要有人怎么样 来督促你 甚至要责备你 神的话语会给你安慰跟鼓励 也会给你引导跟带领 有的时候甚至要给你督促跟责备 人跟人的一种责备 通常都反效果 但是当你从神的话语 得到一种督促跟责备的时候 会帮助你转向 一定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寻求一个领导 接下来你可以寻求环境的一个印证 我这样子决定 我这样子做 我这样子安排 我这样子想 对不对呢 你会看到环境 人事物 上帝也许为你在安排 为你在开路 上帝也许为你关这扇门 上帝为你开那个机会 有可能 但是很多时候你不要单靠这些 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 叫做积淀 上帝呼召他说 你去完成一个很伟大 其实是很艰难的一个任务 你去带领以色列人 去对抗他们的仇敌 那是一个以寡即重 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 因为以色列人一向只有挨打的份 当他们的仇敌来欺压的时候 他们一向只有逃跑的份 什么时候开始起来反抗 没有这种事 也没有这种领袖 积淀是怎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 非常有谋略的 他是一个非常天生的领导人的 正好不是 全部相反 积淀是一个非常自卑的 非常胆小的 非常怕事的人 所以神一再地呼召他 他就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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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到最后一个地步 实在没有办法拒绝 他就跟神说 神不然这样好了 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意思的话 明天怎么样呢 我就去这个河场 他们打那个河谷 一团羊毛我摆在那好了 如果整个河场都湿的 那个羊毛是干的 那代表这个是 你是要这样子做 你是要我去这样子做 隔天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 但是他就多疑的一个个性 他就觉得 这会不会是臭巧 他又再一次跟神说 不然这样好了 明天呢 那团羊毛都是湿的 其他都是干的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就相信真的是你要这样做 结果这个事情隔天又发生了 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拿着圣经说 你看鸡店就这样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 神啊 我到底要不要在这个过年 去买一张彩卷呢 如果明天九点的时候 彩卷好像开门的是老板 不是老板娘 如果呢 我这个签了这个号码 随机选号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数字 那一定是神的代理 你看鸡店都可以求羊毛 我也可以这样子求 那个是特例 那不是原则 圣经上中只有 鸡店是这样子 那是因为神怜悯他 神知道鸡店太胆小了 鸡店一定要有这种东西 他才敢踏出第一步 那不是一个通则 那是一个特例 很多时候神在圣经里面 已经有他很清楚的原则了 你知道圣经与其说 是一个水晶球 它其实更像一个灯塔 神的原则跟界限在那边 很清楚 灯塔指引着方向 圣经不是一颗水晶球 啊 你就开始去预测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到底能不能买彩卷 而且我的号码 我一翻 哎呀 是在这个第883页 第36章选号 第15节 就签这个数字吧 圣经绝对不是这样子 不是你的水晶球 你不要指到那里 啊 神的这一句话 一定是对我说的 我今天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所谓的寻求神的话语 跟个人性的带领 不是这样 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啊 你如果指着一句话 你就说今天神的意思 就是这样 那你一翻开 马太福音 第27章第5节 一指 啊 出去吊死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这怎么可能是神的心意 再翻 嘿 这一翻呢 就翻到了什么 路加福音第10章37节 嘿 你就照样去行吧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最后一次 再翻 然后呢 嘿 是翻到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是这个约翰福音13章 你所做的就快去做吧 啊 天哪 已经三次的印证了 怎么办 只好出去吊死吗 如果你把圣经当成一个水晶球一样 拿来算命的话 神绝对不会这样引导你 很多时候 神是在你每天与他的关系里面 你要持续的 稳定的 按部就班的 按着计划的 每天去读神的话 神会一步一步 带你的引导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神的话是什么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脚前的灯怎么 神不是一路照到那里 哇 整条通道都非常的明亮 整条通道 就是脚前的灯 前面是黑黑的 你走一步 他就亮起来 走一步 他就亮起来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你如果没有按部就班的 每天的 持续不断的 那你就会用这种方式 哎 一碰到事情了 碰到考试了 碰到抉择了 我要不要跟这个弟兄来交往呢 要不要跟他结婚呢 一番 哎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的 神的话不是一个水晶球 神的话是灯塔 神的话指引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 这是第一个前提 你不要用求神问谱的方式 来寻求神对你个人性的代理 第二个前提是 你务必要遵循圣经当中 很明显的神的旨意 你不用去问神说 神啊我可不可以杀一个善意的谎言呢 神说你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怎么样 就是出于恶者 出于仇敌 出于魔鬼 神的话说的那么绝对 你不用去问神说 神啊在现在这个状况里面 我可不可以说一个善意的谎言呢 一个白色的谎言 很可惜哦 神他有一些原则跟界限 他这样子界定是为了保护你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神啊我可不可以超额的贷款呢 神啊我可不可以 借很多的钱 然后怎么样 现在这个时机正好 然后去买房子呢 甚至用一些不好的手段 我有认识银行里的哪一个乡里啊 他的这个贷款的这个额度上面 或者这个数字上面 可以帮我调整一下 然后我就可以带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 这是投资 这是投资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你可以这样做吗 神啊可不可以去 每个礼拜固定签一支 投注一个号码 你知道 然后只要我们持续的努力的 心情的耕耘 总有一天 每个礼拜买下去 总有一天会中 很多明显的旨意 你不用问神 神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除非你说神啊 就算中一百块 我也可以奉献给慈善机构 就算奉献 就算中一亿 我也不会留一块钱给我自己 我全部都会奉献 那你里面真的没有任何贪财的意念的话 那也许 我不晓得 我相信一百个买彩券的人 一百个人都没有办法这样做 贪财是万恶之根 这是神讲 神啊我可不可以 在婚姻之外另外有一个对象 他真正的了解我 你知道我每次出差到大陆的时候 就只有他在那里等候着我 你知道我家那个黄脸婆 她都是怎么对我的吗 她根本不了解我 这是真爱啊 在婚姻里面 在婚姻之外 你不用问神 神啊我可不可以选择跟他在一起 选择然后跟我原配来离婚 年轻人婚前性行为 神啊我真的以后一定会嫁给他 神啊我真的以后会娶他 我们真的太相爱 我们必须在一起 而且我们住在一起怎么样 比较省房租啊 神说要持守圣洁 神啊我礼拜天这个周末 在未来的三年我有一个计划 我要考取一个学位 这个周末的假期班 我整个都要去读书 我不需要聚会 神已经带领我不要来聚会了 神啊我们需要十一奉献吗 这个这好像不太合理啊 神很多很明显的旨意 已经在圣经里 你不用去问神 我很喜欢赖地兄 他昨天分享的一个见证 有一本书叫 《走出外遇的风暴》 他讲到一对夫妻 他们怎么样移民美国 后来丈夫变新了 有了第三者 这个过程 那个故事真的非常有趣 有一天这个丈夫 他又出差回台湾 他在那个晚上 他在那边求签 他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在他 就是在那一阵子呢 他发现他原来的太太 个性整个改变了 以前好像很跋扈的 以前很不温柔的 很不体贴的 可是他太太是基督徒 自从分开以后 他太太就不断地反省 然后神就提醒他 所以他就反而没有用一种 敌视的态度 去跟他的丈夫怎么样 对抗 他一开始有了 他还开车去冲撞那个第三者 然后被当作神经病 拉到警察局里面 可是后来神光照 他整个态度改变 所以他的丈夫就很困惑 然后到一个地步 他的丈夫觉得 回到原来的家庭 跟原来太太在一起 也很好 可是又对第三者 觉得很抱歉 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 是他怎么样陪伴着我 他那天他回到台湾出差 那天晚上他就想 我这一次回美国之后 我要先去谁的家呢 应该他觉得应该要先回家 原来的家 可是他又觉得 又很想去他外遇的对象那里 因为怎么样 因为那是外遇第三周年 外遇第三周年 要庆祝一下 非常的有意思 他就拿了签出来 做了十支签 五支是他太太 原来太太五支外遇对象 十支抽三支 那总有一个多数 结果一抽 三支怎么样 都是外遇的对象 他就非常的感谢神 因为他跟神祷告 他说神啊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怎么做抉择 他就觉得他心里有一个声音 说不然就抽签吧 他就做了签了 而且一抽真的结果 三支都是外遇的对象 他心里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其实他心里 还是比较想去 他外遇的那个家那里 他就打到回府 回去的过程呢 碰到他们教会的牧师 他跟牧师谈起了这件事情 结果呢 当场被牧师 哎呀就怎么样 马上就纠正了 因为神很明显的旨意 已经在圣经里面了 已经在圣经里面了 我们不能有婚外情 我们不能有第三者 你不能把你的忠诚 投注在你的配偶 你的太太之外的对象 这是圣经很明显的原则跟界限 你根本不用求神 事实上神也不会说 那你来抽个千吧 然后神还会祝福你 哇三只都是我想要的 那绝对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你要寻求神 给你个人性的带领 两个前提 第一你不要求神问谱 第二怎么样 你要遵行圣经当中 明显的神的旨意 能不能抽烟 圣经里面有讲要抽烟 可是圣经里很明显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你要保养顾惜它 抽烟对身体有任何的益处吗 有任何的医学报告告诉你 越抽烟越长寿 越抽烟越健康 越抽烟越愉快 你没有保养顾惜你的身体 这是圣灵的电 圣经上另外的原则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为了要造就人 抽烟有好处吗 抽烟我的配偶会变得更健康 更愉快 当他们吸到我的二手烟的时候 他们就怎么样了 整个人就非常的愉悦 身体会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长寿 是吗 凡事都可行 但要造就人才行 圣经里有很清楚的原则 你不用问神说 神啊 我可不可以拿出一支烟来抽 所以寻求神对你个人性的带领 这几个原则非常的重要 我记得07年的时候 那时候正在一个抉择 到底要不要跟品贝结婚 到底要不要一起预备出国读书 我们已经交往了大概一两年以上 但是那是一个抉择点 我一直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计划 就说一起出国去读书 因为我觉得那件事对我太难了 有的人呢 他从小到大呢 怎么样 他就立定心智 我要出国留学 有的人怎么样呢 他是ABC 天生英文就很好 他就是向往国外 我正好相反 不是这种人 非常的local 非常的本土 虽然读的学校不错 但英文的成绩一向很差 我们读的科系都要读原文书 但是我永远都是买中意本的那一位 非常的害怕这件事情 而且我也不是家庭的环境非常好 一年一两百万拿出来 出去读书出去读书 但是品贝他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所以在交往的过程呢 这一直是个难处 我心里很清楚 神我的对象一定要是基督徒 而且我的对象一定要是 跟我人生的方向是一致的 我要做一个传道人 我要侍奉神 如果他今天也许他是一个基督徒 但他非常的冷淡 也不太想去教会 从来不读圣经的 那我绝对不会选择他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规则 我觉得神也喜悦我这样子做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就觉得那可是我们又交往一两年 其实有很深的感情在那边 那段时间品贝跟我都在一个福音机构工作 他工作了六年了 正好到一个段落 他去美国纽约 有半年的一个游学 一个休息 那年就是那个圣诞节 我就跑去找他 然后圣诞节回来呢 非常的不愉快 一个礼拜的一个假期 在那边非常不愉快 因为我们的意见实在太想走了 然后呢每天都吵架 敬兴夫妇呢 跟清颖他们也飞到纽约来陪我们 他就每天看着我们两个吵架 做合适了 安慰我们 所以回来就觉得很痛苦 怎么办 要割舍这段感情吗 神啊你要怎么带领呢 所以我就不断的求问神 我每天都有我的读经的进度 灵修的进度 我会看一本灵修的小品 我也会每天读五章新约圣经 五章旧约圣经 读神的话询问 神都没有给我很明显的一个带领 一月的时候 我去参加一个试经讲道的一个研习会 专门是给一个牧师传道人 教导你怎么讲道的一个研习会 训练会 然后也都有这个试前的一个作业 厚厚的一本书 这么厚 就是那个讲者 他所出的一本研习的一个课本 就在读 怎么样来讲道 当中有一篇信息非常的吸引我 他叫做如何可以不忧虑 马太福音第六章 讲到耶稣说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都不用忧虑 你想吃的 想处的 想穿的 神都会加添给你 那个信息非常的感动 到了那个研习会之后 我还是为着我心里这个难处 我在问神 对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 就说 不然就在你这个平常读经的进度里面 如果明天我又碰到了这节经文的话 马太福音第六章 耶稣所讲的这个话 那我就相信神会给我很明确的一个带领 对于我是否要跟品辈 计划结婚 计划一起出国这件事情 结果呢 那天晚上我就打开我的读经进度 读旧约 我就读到参孙 世诗记的参孙 参孙是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非常的有能力 他是以一抵百的 一个人可以杀好几百人以上的 非常有力量 这样的一个领袖 但是参孙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什么呢 信号 余色 受不了这个情欲的诱惑 一碰到女人呢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做一些很糟的事情 所以他的敌军又透过女人来引诱他 结果套出了他的这个 大力士的一个秘密 结果他的下场就很惨了 参孙的结果是非常非常惨 那我读完那一段 我的心情就非常非常的荡 非常非常的糟 我就觉得神啊 你是说我这个是信号女色吗 所以我不应该跟品辈在一起了 我应该好好的清心寡欲 寻求神就好 当场读完非常的欲卒 没有读新约的进度 就睡觉 隔天早上起来呢 就开始上课 隔天早上起来 第一堂课呢 用了经文呢 正好就是这一段 如何可以不忧虑 但是那个我们研习的老师 在讲这一段的信息 但是他没有叫我们去翻这个 在圣经的哪里 他就直接讲这段信息 然后告诉我们这段信息的结构是怎么样 怎么样安排 怎么样安插例子 怎么样来去描述 上完之后呢 老师就说 好 回家功课呢 等一下回去的功课呢 就是找出这段经文 重新用你的方式呢 来安排一篇讲章出来 那我就回去 我想终于 好我可以找出这段经文在哪里 昨天晚上都没有机会读到 太难过了 昨天读到的是神的责备 我就翻翻 咦 我就找到了 很遗憾 很抱歉 那时候对圣经没有那么的熟悉 其实这段经文呢 大部分人都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可是我当时不晓得 我只记得在耶稣讲的福音书的 不知道哪里 哪一卷福音书搞不太清楚 但是那天就翻 一翻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非常的surprise 为什么呢 因为那天的进度 除了旧约是基殿以外 不是基殿 参孙 四世纪的参孙之外 新约的进度就是 从马太第三章 开始往后读五章 可是因为读完旧约 就太狱主没有翻新约 结果一翻觉得非常surprise 其实昨天神就要给我这段话 神已经要给我了 我当场非常的惊吓 我跟神求一个 个人性的一个带领跟引导 从我每天的灵修里面 从我每天跟神的关系 跟祂给我的话语里面 但是我觉得 这会不会是臭巧 我又跟神要一个印证 我说神啊 在这个研习会里面 如果有一个人 我完全不认识他 他跟我说 出国读书好啊 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子来计划 然后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相信这是神的带领 那个营会里面呢 我认识的人 大概也是五针手指数得出来 一两百人的一个聚会 结果呢 那天晚上呢 我跟神这样求着 隔天呢 晚上我回房间睡觉 我的室友我不认识他 他是蓝牙礼拜堂的一个传道 他就跟我分享 他就说 他那时候在日本留学啊 怎么样 他是学气象的 怎么样 学习很多 然后他也不知道 我是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我什么 但他就说 年轻人啊 就是应该出国读书 出国读书是很好啊 很好的历练跟学习 我又觉得非常的surprise 我跟神求 但是我又觉得神啊 这会不会是臭巧啊 跟神说 再给我一个印证吧 第三个印证 神如果今天晚上 可以一觉到天亮 就是一个印证 这算什么印证啊 你不晓得 那时候从纽约回来 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都睡不好 每天的睡觉 大概只有两到四个钟头 没有一天睡过夜的 因为时差的关系 但我觉得时差只是一个因素 其实是因为心理放不下 对这个感情跟这个抉择 放不下 所以非常的郁闷 所以身体的状况也不好 一直没有办法调整那个作息 一直到了去参加这个研习会 也都没有再好好睡 那天晚上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神啊 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带领我 这是你的印证的话 今天晚上你再给我一个印证 让我可以一觉到天亮 从那天晚上开始 我的失眠就被神完全的医治 所以我就很清楚的知道 神在接下来一个阶段 你带领我跟品辈 的确是要进入婚姻 而且我们会一起预备来出国读书 神就一路的带领 我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 最恐惧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超过我想象的祝福 神都带相 所以你可以寻求神 个人性的带领 最后你要用行动 来遵行神的旨意 很简单 在这个马太福音 耶稣说什么 所以凡听见我的话 就去行的 就好像一个聪明人 凡听见我的话 不去行的 好像一个无知的人 耶稣说这两种人 他们都在盖房子 但是他们的根基不一样 结果也不一样 听见神的话 如果你愿意 清理你生命当中的罪 你愿意 以神的旨意为最优先 你愿意寻求神 个人性的带领 而且也清楚 那你就起来行动 你就起来行动 按照你所领受的去做吧 希伯来书这边应许我们 你们必须忍耐 有时候顺服神的一个过程 行动的一个过程 不一定会很愉快 你可能需要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你所寻求大的神的旨意 你就可以得着所应许 有时候这是一个过程 要预备出国读书 都没有钱 到了那边以后 第一个学期 学费付完以后 就银行账户就空空了 但是神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带领 让我们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服侍 让台湾的弟兄姐妹有感动 为我们特别的来奉献 这过程很不容易 也让人很恐惧 但我所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神就祝福下来 可以请敬拜团预备 我们要来回应神吗 今天 今天 今天